欢迎收看摩波龙新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我们来进行八级野怪的单挑能力测试 在正式开始测试之前 大家可以把八级的醉菜单挑野怪打在公屏上 挑明说吧 章鱼哥他肯定不是盗手第一 盗手第一另有7人 这位是八级单挑测试的培炼者 他有66点的攻击力和1600点的生命值 如果能在单挑当中干掉培炼者 那么他至少可以进入第二梯队 如果把培炼者的生命值打到300点以下 那么就是第三梯队 我们话不多说正式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深渊王魂拥有召唤海元素技能 两白一点这个野怪的综合水平也算是可以 但是比那家皇家卫兵还是差远了 如果把那家皇家卫兵还到八级里面 基本就是第一名的水平 这玩意儿相当脆弱 在海元素阵亡之后 他也撑不了太久 不过好在海元素的冷却时间已经快好了 再召唤出来另一个基本可以获胜 深渊王魂是一个召唤系野怪 而且召唤出来的海元素可以会中击 所以说单挑是非常不错的 战胜了培炼者进入第二梯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个是骷髅兽人勇士 只有一个死亡缠绕技能 虽然死亡缠绕可以造成200点的伤害非常不破 但是他只有这一个技能 综合水平还是中规中矩的 这也就是在八级怪物房里面中规中矩 如果放到七级有这么一个技能的话 高低得是第二梯队 最后一个死亡缠绕没有放上 不过即使是没有放上也可以进入第三梯队 大家好我是来自甘草荒地的八级野怪 班人马可汗 在我的老家甘草荒地 我的成绩是当初乌克的第一名 班人马可汗又称小号牛团的酋长 有战争践踏耐久光环和重生技能 由于他有两条命 而且有控制和光环 所以说他单挑输出和团战都非常不破 唯一的缺点就是单挑可能打不过地狱火 不过在别的地方都是顶尖的团战 哎哎别走别走 回来还有条命 不说别的 刀劈一个小小的配练者还是游手就行 对战野怪里面会重生技能的野怪 一共有三个 都是各顶各的强大 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叫做狂暴野消兽 拥有战争践踏和重击技能 这个野怪之前被严重低估了 他有两项控制技能单挑起来非常厉害 再给他加个重生 他就成了八级的远古血怪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狂暴野消兽已经初步取得了优势 只要脸不是太黑的话 混个第二梯队是问题不大的 狂暴野消兽的魔法只用光了 接下来只能靠他自己还有重击了 恭喜狂暴野消兽赢得胜利 进入第二梯队 然后这个是在八级当中和狂暴野消兽定位差不多的巨型熊怪战士 还有命令光环和战争践踏两项技能 由于没有重击技能 他的单挑实力肯定不如野消兽 不过作为熊怪一族战斗力的顶峰 他的水平也是相当的可以了 最起码比他七级那个白板弟弟强不少 如果能干到陪连者只剩300血 那么他就会进入第三梯队 恭喜巨型熊怪战士进入第三梯队 接下来的这位是地狱火机关人 他的属性平平无奇 但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火焰吐息技能 但是他的魔法之一般而言 不足以支撑他放出三个火焰吐息 这就使得他战斗力又下一个台阶 他的攻击带有剑射伤害 而且还有大范围的伤害性AOE 所以说打团是非常厉害的 至于单挑水平 也就是和张鱼哥拜拜万的了 我们稍微微套一下 让他在临死之前再放出第三个火焰吐息 即使是放出这个技能 对他的成绩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现在上场的这位是八级 当之无愧的单挑之王痛苦魔女 拥有生命吸取和暗影突袭两个技能 可以说只要你没有控制技能 而且又没有魔法免疫 哪怕你是一个实际野怪都打不过他 这场对决就随随便便了 其实他基本可以满血干掉对面 哪怕一开始不和对面对砍的话 直接放生命吸取 把对面给吸死 他的这个生命吸取是小黑的三级生命吸取 非常变态 为魔取得圆满胜利 进入第一梯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个是加强版的末日守卫 一般的末日守卫野怪只有1350点的生命值 而深渊魔王召唤出来的则有1600点 为什么拿他测试没有拿一般的末日守卫测试呢 因为那个一般的战斗力太差了 单挑输出和团战基本没有亮眼的地方 哪怕是换成这个1600点的版本 也勉勉强强算是一个第三梯队 为什么末日守卫战斗力这么差呢 大家看一下 他的近战攻击和远程攻击给弄反了 这可还行啊 我该如何侍奉女神 其实这个41到48是他的近战伤害 35到42是远程伤害 肯定有人会说呀 为什么单挑不放残废数呢 很简单 残废数对高级野怪只持续十几秒的时间 远远没有放两个战斗舰他收益高 三百三十六点给他面子 直接进个第三梯队吧 地狱火八级最见识可靠的好伙伴 有献剂摸方免疫和抗性皮肤技能 虽然他在单挑当中可以干掉半人马可汗和魅魔 但是在对付这种白板野怪 他显然不如那两个发挥的好 看这个样子第一梯队应该是混不到了 可以混个第二梯队 他的磨免技能在最后统计总分的时候会增加一分 其实地狱火也只是在八级作威作福 到了九级能够收拾他的不在手术 地狱火赢得胜利进入第二梯队 又有合适 接下来上场的是黑暗巫师八级的单挑倒数第一 原因很简单 他有三个技能没有一个是用来单挑的 再加上本身算得上是一个法师单位攻击力非常低 这种单位不倒数 什么单位倒数呢 八级谁单挑能力最差呀 当然是黑暗巫师啊 难得章鱼哥 两白一点 虽然章鱼哥非常拉胯 但是他至少还是比较肉的 单挑能力还是比他厉害一点 还剩下了将近一千点的生命值 真是倒数第一 接下来的这个可能存在感很低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 他叫做狂暴元素 拥有双动猩猩和魔法免疫技能 本身攻击力残不忍睹 而且射程只有300点 按照设定来看 他是有剑射伤害的 但是暴雪又出了bug 导致他又没有了剑射伤害 也是除了石头人和猛马人之外 唯一一个有莫免的野怪 这个单位其实什么都好 就是攻击力确实太低 单挑能力是残不忍睹 接下来的这个是蓝色龙人独茶 拥有双动吐息 专注光环和闪避技能 可以说除了生命值比较少之外 他基本没有什么显著的缺点 美中不足的是 他的双动吐息技能 伤害太低了 他的各种测试应该都很平用 也就是个第三梯队的水平 给他机会他不中用 对中的成绩也是非常的糟糕 他的成绩皆于第三梯队到第四梯队之间 硬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的伟大的大明星 污蔑恐魔终于来了 一次看的时候 一看40多点攻击力 还是说得过去 1150点的生命值 再加400点的魔法值 开了法力护盾就是800点 总共是1950点的生命值 这样的野怪肯定非常厉害吧 什么是倒数第一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无面恐魔真正的问题是 他的对地攻击和对空攻击 给整成一个了 他的对空攻速和对地攻速 都是1.8 非常的慢 如果把他的攻击速度 改到正常水平的话 他极有可能进入第二梯队 这种垃圾战斗力也不必在要求什么了 直接进入第四梯队或者第五梯队 不过单挑应该不是倒数第一 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可不得了了 他就是猛马人掠夺者 拥有寒冰碎片和魔防免疫技能 本身的生命值达到了1500点 再加上一个单体控制 单挑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块头 拿着这么小的一个武器 真的说得过去吗 我觉得你手里的那个小玩意儿 还不如你的两个獠牙伤害高 虽然猛马人掠夺者的单挑能力非常不错的 他在团战当中的水平就非常一般了 除了猛马人之外 八截还有一个白板的猛马像 因为他是白板 只是一个对的参数 我们就不再进行测试 直接放进第三梯队 猛马人赢得胜利 进入第二梯队 接下来上场的是北极熊怪萨满长者 其实这也是一个bug野怪 他的技能和属性 都是对标着七级的熊怪萨满长者 熊怪萨满长者 有回撑术和闪电护盾 他有双动猩猩和治疗波 其实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七级怪 但是暴雪再次出现了bug 把它变成了一个八级怪 一个七级野怪来挑战八级的竞技场 这种结果已经可想而知了 讲白一点 以北极熊怪萨满长者的 这两项技能放在七级里面 还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在八级只能倒数第二了 现在上场的是冰霜王魂 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八级野怪 他拥有吸血光环和双动猩猩两项技能 他在八级当中 自然是放不上顶尖 但是换一个中游是没问题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野怪在对战当中 可以通过寒冰碎片召唤出来 其他的 比如蓝龙人督察 巨型熊怪战士 地狱火或者末日守卫 这些在之前的召唤物盘点视频当中 都已经介绍过了 虽然没有打赢 但是也基本打赢了 截于第二梯队到第三梯队之间 最后这个漫条斯里的胖子 就是海巨人巨怪 他被称作神圣章鱼哥 由于他头上带着章鱼 而且又不是污蔑者 所以说他被称作神圣章鱼哥 但是从对战的结果来看 他虽然不神圣 但是却非常章鱼哥 手握三个输出性技能 但是单挑水平是一塌糊涂 长着一身厚厚的脂肪 但是只有1000点的生命值 看上去全副武装 武装到牙齿 但是护甲只有0点 手里拿着一个大船锚 看上去非常唬人 但是伤害还不到50点 中了章鱼诅咒之后 海巨人巨怪也终于战败了 现在我们来宣读一下比赛成绩 第一梯队是半人马可汗和魅魔 放开我 而我们的地狱火同志烧心一筹 但是介于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之间 增加4.5分 这四位选手位于第二梯队 其中冰霜王魂位于第二梯队到第三梯队之间 增加3.5分 剩下的这三个就是实打实的第二梯队 增加4分 这群人是第三梯队 除了骷髅和蓝龙人之外 别的都是增加3分 他们两个增加2.5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们的污蔑恐魔居然不是第五梯队 左边的这三个是第四梯队增加2分 右边的这两个是第五梯队 只增加1分 需要我的援助吗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